西游记 五十三 小船上的男人 悟空悄悄地看了一下红孩儿 剑包围了红孩儿 没把剑都对着他 把这些剑拿开 红孩儿大叫 只要你听话 观音菩萨说 我就放了你 我保证 红孩儿大叫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观音菩萨念了个咒 那些剑都消失了 红孩儿非常生气 观音菩萨 小心 悟空大叫 红孩儿朝着观音菩萨冲过去 悟空跳到了红孩儿面前 悟空正要去打红孩儿时 观音菩萨拿出了五个金属环 他把他们扔向红孩儿 他把他们扔向红孩儿 套住了他的脑袋 手腕和脚踝 你这妖怪 观音菩萨说 居然敢打我 红孩儿一动不能动 生气地看着观音菩萨 悟空与他 悟空举起了金箍棒 要打红孩儿 悟空 观音菩萨说 不要伤害他 我会带他回普陀山 做我的弟子 好吧 观音菩萨 悟空说 观音菩萨拿着镜瓶 飞到地上 他念了个咒 所有的水 都退回了镜瓶里 然后观音菩萨 就带着红孩儿 向南飞去 悟空走进了 红孩儿的洞穴 解开了唐僧 他又找到了八戒 解开了它 这三个人下了山 找到了雾镜 一行人继续往西走 就这样 几个月过去了 有一天 他们走到了一条 宽阔的大河边 我们又要过河了 嗯 八戒不高兴地说 这一路上 有很多河的 悟空说 我们都得过 我们要怎么过这条河呢 唐僧问 这时 对面来了一条小船 船上有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一边划船 一边看着唐僧 你们好 那个男人说道 你们要过河吗 是的 唐僧说 我们正在想要怎么过河 我们要去西天取经 你是唐僧 男人高兴地说 我听说你们一定会经过这里 真的吗 唐僧问 是的 男人微笑着说 你很有名 他低头看了一眼小船 我很愿意帮你们过河 可是你们也看到了 我的船不大 我一次只能带两个人 男人说话的时候 悟空仔细地看着他 这个男人有些奇怪 悟空正要说什么 八戒向前走了一步 师父和我先过河 八戒说 悟空想了一下 师父 我觉得有些奇怪 唐僧皱起眉头说 悟空 你从不相信别人 这个好心人 是要帮我们过河的 悟空咬着嘴唇 唐僧和八戒上了小船 坐在船里 小船离开了河岸 悟空看着小船滑向对岸 当小船走到河中央的时候 悟空注意到了什么 是我看错了 还是那条船真的在下沉 悟空问 悟空看了看 你没看错 他说 那条船真的在下沉 他们看着小船 渐渐地沉到了河下面 悟空气得直跺脚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男人抓走了师父和八戒 在上达 全程或三角 是 слова 那个 傍